山坡上顶着风飞行伞 瞬间贯宝张开 走路都觉得亮呛 教练背着飞行伞 带着女游客往前滑行 准备起飞 但是注意看 请注意看 有一条黑色带子悬挂空中 固定在腿上的安全带明显没扣 安全带没扣就这样垂着随风飘 这时女游客看起来也没准备好 便悠悠晃晃连扯带拉往前出发 没多久便发生悲剧 女游客当场从飞行伞脱落自高空坠地 募集过程的死者男友痛批根本是业者疏失 完全是教练他们的疏失 第一时间已经发现人已经半挂落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检查安全背带 第二个就是他们没有做迫降这个动作 意外发生在18号上午 潮行女子与男友从嘉义前往花莲 有飞行30多年经验的业姓教练 带着潮行女子起飞 不过一开始右腿带没有扣 地面教练急用无线电呼叫都没回应 不到一分钟 潮行女子便从10公尺高处跌落台西线 37公里旁的产业道路 对于事故意外教练不愿多谈 而业者是否合法营运 教育处给出回应 原来业者持有经济部的商业登记 却未申请经营许可证 而今天检调也到现场勘验 家属到殡仪馆更是难言悲痛 目前业者已遭勒令停业 有待或许调查报告出炉 还给家属一个招待 记者对家 郭卫萱华联采访报导